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很多人说快要活不下去 很想要政府发现金 好 原事议会开第一枪 临时会议员就提出说 要见请市长发五千块的现金 而金门罪阿萨里的 直接宣布要普发三千块现金 还加上金门的纾困件的三千块钱 好 那么现在传出中央 现在也准备要来发振兴的五倍券了 这次是五倍哦 可是还是要老百姓掏钱出来买吗 既然朝野和民调移民党希望发现金 到底政府在担心什么 难道真的担心大家会把钱给存起来吗 那只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苏贞昌他本来就是一个 很明顽不灵 然后非常固执自以为是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已经是把这个当发几倍劝 变成是他任内的一项重要政绩 只有他这么天才 不是出的天才 可以想出这么厉害的办法 所以他就要坚持到底 但是除了他自己觉得洋洋得意之外 大概大家都贤得糟糕了 实在是有够反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反应 政院传出说要发五倍券 然后让民众用两千块来换得五千块的用券 最快是今年九月就会发行 然后立委何志伟也更喊到说要发行六倍券 在这种时候 有人喊五倍券就有人喊六倍券 那你干脆说柯文哲主张发一百倍券 五六七月的那一群人很可怜 会死掉 希望能够减少活动 结余的那些活动的补助的钱 基本上我们都尊重议员表达意见的自由 表达意见的自由 在台湾这个很奇怪的民主国家 民意代表 国会或者议会 我们所做的决定 好像在行政部门的眼里面 是没有法律效果的 只是我们表达意见的自由 好像都把我们当路人甲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 我们发了三倍券 当时国民党还有很多人都要求说 你就直接发现金 学学川普 你们是最爱川普的 你看川普这样子发下去多 不学川普你也可以学日本 民进党不是最喜欢日本的 日本也是发现金 但是苏贞昌还是独排众议 坚持要发三倍券 结果总共耗了511亿 但是就业务的发花费 就是人力 行政 印刷 各种的花费 就将近23亿 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不是很浪费 很没有效率吗 好 2021年苏贞昌继续坚持说 他发了三倍券很成功 他继续发五倍券 因为现在疫情更严重了 五倍券现在他们的复案有两种 一个是500换2500 一个是1000换5000 最快9月 但9月大概 我看是没有办法这么快 就可以开始发行了 等到你发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活不下去 该关的都关了 没投入都没投入了 会不会太慢了 现金现在就可以发了 不用等到9月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好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何志伟就说了 那今年要比去年更多才对 应该2000元为单位 振兴效果6倍 这样总共是1万2000块 好 大家已经开始喊价了 蔡逸宇就说 6倍太少了 直接10倍吧 希望升级为戒王券 引用七龙珠的梗 所以也请蔡公公 那柯文哲就说 前瞻不前瞻 用这种最low的方法 干脆100倍就算了 这是黑白花的 其实还是现金最实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苹果的报道就说了 本岛普发现金的第一枪 谁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桃园 桃园市议会所有的在野力量 通通一致表决通过 要纾困提案 发给每个市民5000块 大概要100多亿 那民进党的委员呢 就执政党的议员呢 执政党议员其实也不太敢反对 但通过了以后呢 郑文燦刚刚不就说了吗 这是议员们的言论自由 意思就是说随便他们讲啦 我尊重 但是呢它是不可能发的 那么我们再看到 《中时新闻》的报道 那么在桃园市议会通过了之后呢 真正可以领到钱的就是金门 我们现在都好想搬到金门去 当金门人 金门会普发3000块的现金 再加3000块的振兴券 好好好羡慕喔 我实在是很羡慕 那侯友宜怎么讲呢 侯友宜就说 大家希望普发每个人1万块 可是呢如果是由地方政府市政府来发的话 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多钱 其实地方县政府是没有这种财政预算的 一定要中央发财有办法啦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地方议会就代表 直接民意的反应嘛 那地方议会不能要求苏贞昌 只好要求县市政府 它是代表的一个普遍的民意 那陈其迈怎么说呢 陈其迈说他要根据中央纾困方案 他也想加码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说 地方很多人基层活不下去了 可是我们的中央还是慢吞吞的啊 他说最快9月 最快9月 所以可能10月11月12月 那问题是说封了两个月之后 已经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可见的苏贞昌不知道 这是一个救生圈的概念 不知道对很多人来讲 水已经淹到这里了 他还是慢慢来 好 马英九支持就是发现金 直接会户头嘛 很快啊 王世坚也支持发现金 不要再硬券了啦 就直接给民众现金啦 赶钱就不够了 又堂肯打肝 你不要想这么多嘛 什么担心民众会拿去存 你把老百姓当贼啊 这些钱又不是你苏贞昌的钱 这些钱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好不好 朱学恒就说了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有印刷数的疯狂爱好者啊 永远不发现金 死也要发印的什么几倍券几倍券几倍券 就很爱印这个耶 其实现金如果你很想要有实体的话 也是印出来的 朱正常不一定一定要发几倍券 全国的老百姓 大家都觉得用咖啥乌相也知道 发现金最有感嘛 你为什么就是永远跟大家在平行时空呢 对啊 民调是一面倒的 大家都希望能够发现金 因为很多人对他们来说是 房租已经缴不出来了 各行各业已经快要倒闭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你非要大家还要掏钱出来 去跟你买券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总统在连任就职时 他不是特别说会 强化社会照顾体系 把过去社会安全网 没有接住的人给找出来吗 你讲这个 让我想起2016年3月 小灯泡的不幸 小灯泡的妈妈现在就是立委 然后在这个选举前 小灯泡的妈妈在她脸书贴影片 批评马英九 其实马总统2016年5月 就交棒给蔡总统了 所以我要对小闷套的妈妈喊话 那刚刚汉宇讲 那社会安全网很好 写卡片给你女儿承诺的人是谁 是马英九吗 阿姨不会让你失望 是蔡英文写的 不要一点是非都没有 你是蓝的绿的跟我没有关系 你做立委 你要去 你这个问题要去问那个立委才对 他就是因为这样当选 连我都想投票给他 是因为黄国昌躲在他后面 我怕我投的黄国昌当选了 我就不投了 我真的说这事情我看 你看这个蔡总统在昨天这个脸书 他说请大家放心 就总统在为高端疫苗背误 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国民党统计的 这个是AZ 这是莫德纳 这不良反应 这都指挥中心的原始资料 这都不能造假的 AZ造成了这个状况 不良反应 莫德纳造成状况 观众们自己看 我都不好意思念 那我请问蔡总统 你请大家放心 有不良反应 你要负责吗 你怎么背书呢 你有 这解救百姓 是蔡总统的第一顺位吗 他以为我们 我们是疫苗乞丐 我们去跟世界各国要疫苗 一万两万三万 吃洛巴克一万 立陶宛两万 捷克三万 我们是疫苗乞丐 然后我们老百姓 变成纾困乞丐 现在变成 这点多少次呢 我们在拜托蔡总统 发现金给我们 蔡总统 你不会发疫苗 也不会发现金 请你下台 你是承什么做总统 我就八百一十万票连任 我就由我玩四年 我就乱搞 刚刚那个赖委员讲 那多可怕 我说九月 他说十月 他说给单几个月 就我这种飞沫不打的 可能我可能要等到十月 但赖委员分析是有道理 就是说如果BNT 照我讲的进来了 我看 我跟你讲 一堆人就不去打高端了 口闲体正值到时候 大家都跑去打BNT了 那这个BNT的问题 该不该处理 是可以处理的 只要蔡英文抛开意识形态 马上就可以处理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不要把民进党鼓掌 很像我们要跪在地上 说拜托你发钱给我 救我们 没关系 他不给我们钞票 我们手上有选票 你每年到2024年 你就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民进党没有在怕你的 他只怕选票而已 只有在选票面前 他会非常的谦卑 选完他就改了 最后我讲一下这个人就好 这个是侯市长 他昨天在新北市 因为提到这两个事情 是他最心痛的 一个是北病难送 一个是校正回归 那这校正回归的意思就是说 突然这个新北确诊的人数 变很多 所以侯市长他觉得 心里的痛是什么 就是这个在我们疫情吃紧的时候 在新北市呢 有些亲症的朋友 他在家里等病床 等到变重症 等了三五天 也没有病床给他去 也没有医院给他去 所以侯市长非常的心痛 当然侯友宜他是父母官 他当然有责任 我要请问大家 那中央谁的责任 我以为我们为什么会让 会让确诊的朋友 从亲症变成重症呢 为什么 有谁负责 你告诉我谁负责 没有人负责 然后那个陈建仁写点书说 我们是防疫的典范 然后蔡英文说 在家看奥运最安全 我真的不晓得这个政府 我必须讲 我拜托 尤其是新北朋友 你就拿着侯友宜的这个报导 然后去申请国赔 你让我的爸爸妈妈 在家里等了三五天 然后从亲症变成重症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我们国家对不起你们 你可以不要死的 你可以不要重症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医疗资源呢 我们一年七千亿的健保育 在干嘛 在干嘛 太丢脸了 人家南京有确诊 一轮921万塞完 现在在塞第二轮 刚刚前面讲说什么 我们那个什么不清零 我们不敢清零 因为我们不敢普筛 我们到今天还没普筛 这防疫什么 汉宇我的结论 我不认为我们台湾人气质 比较好 你看看雪梨 看看其他国家 南韩泰国 确诊都变新高 疫情都吃紧的时候 你现在开放内用 我只能跟你讲 大家要自己自求多福 对 如果说真正的谦卑的话 就要聆听民意 民意都说真的 大家快活不下去 需要发现金 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了 这个中华健儿门 在东京奥运 真的拿下非常好的成绩 目前累积的一金二银三桶 已经是史上的最佳的 这个好成绩了 行政运奖苏贞翔 21号立刻在脸书po文说 好 选手回答 站住在防疫旅馆的时候 就要送给他们 选手防疫大礼包了 这个大礼包到底有哪些好康的呢 泡面六碗 必胜的加油巾 环保餐具组 还有台湾的糕点礼盒 蓝牙小音响 但是网友看到都说 这跟很多县市的居家防疫 关怀包比起来恐怕还不如吧 我们就来看看 桃园的防疫大礼包有多澎湃呢 三大项的防疫物资 有输压的零食包 里面就有一堆零食饼干 燕麦泡面 那么另外呢 像是这个健康强生食补包 还有中药 黄旗 然后你可以一边在这个防疫的时候 还补补身体呢 那么甚至还有一个居家安心消毒包 所以你这么选手们辛辛苦苦 还坐经济舱去冬奥比赛 得白回来 你发给人家的这样的礼包 说得过去吗 这个台北市员侯汉婷就说了 这些东西加一加 不会超过五千块钱吧 那么每个选手如果都发给他 五万块钱的大红包好了 算一算可以一路发到 下一季奥运之前 花掉的钱都比不上 苏贞昌上一次花三倍券的时候 拿来宣传的1.2亿元 也不可能花到统一发票 随便一出包 就要付出的3.7亿元 网友都说出国要搭经济舱 回国要吃泡面 真的是悲从中来 一看就是廉价的组合包嘛 选手为国争光 回台送六碗泡面 还可以大内宣 怎么这么好啊 我们要请教一下赖委员 所以说你看 其实算一算 其实对于这些选手们来说 他们对国家付出这么多 我们如果说只是送给他们 这样的一个礼包 好像真的不值得院长 在脸书上面大书特书吧 对 我想苏院长 他最近是不是比较闲 就是一则是刚想 他一定要创造这个叫做 几倍几倍券的这个 这个他的政绩嘛 所以呢 他就硬要用这个 这个一换五 来取得一个这个声量 媒体的报道 后来他又在这个 7月26号的下午呢 大概9点的时候 在脸书上也贴出来 就对于我们这些去征战 这个冬奥的选手 回来之后呢 给他在防疫旅馆里面 一些温馨的这个小物 给他们这个一些 小的东西来这个解解禅 然后在防疫旅馆的 这个14天里面呢 可以度过 可是一看这个 这个叫做防疫礼包 这个看起来跟防疫二字 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 在防疫旅馆里面了 反而是你给他这些物品 让大家有点傻眼 我自己看的也有点傻眼 感觉是很像是台风天 要这个应用位 没有办法买这个东西嘛 市场也修饰 所以呢 就要准备泡面啊 然后给你一些糕点 那说老实话 对于这个运动选手 特别他们都还是在 19 20岁上下的这个年纪的人 这些物品对他们来讲 我们只能讲 这是不应该 如果教练看到 一定会把它丢到垃圾桶 就不能吃 因为这个跟他的 这个体能 还有他的这个身体 是不需要这些 叫做我们讲的 碳水化合物 特别多的这些物品 所以院长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们把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要给他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小物 到底是要迎接他们回来 在这个等待14天里面呢 也为了国人的安全 所以请他们还是在 防疫期间 不要有这个 在外头这个的风险嘛 所以呢 准备一些物品给他 所以你要给他呢 搞不好是一些 比较是他在这个 在台湾里面 他觉得这个是跟他的健康 有机 或者是说这个对他的这个年龄层 需要的一个营养品 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你放了一罐 这个扇醇好了 我觉得他心里面都会觉得是 院长你懂我们年轻人这时候 需要的是什么营养品 那不会是泡面这样 那再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虽然这一次我们对于 这个冬奥的一些选手回来 这个大家觉得 鱼有容约 台湾之光 可是去的时候引发的争议 大家还是要记得 为什么一个原来总统承诺的 要让他们可以搭经济舱 这件事情 反而是官员搭了这个商务舱 然后这个运动选手们呢 只能搭经济舱 这件事情我觉得到目前 检讨报告还没出来 体育署还是要面对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好 好